美军仍被认为是当今全球最强大的军队 这一点是公认的 无论从武器的先进程度还是数量上 相比同行他们都拥有巨大优势 在新武器研发上 美国人也从来不吝啬于军前投入 这从他们每年都只升不降的军费预算就能看出 不可否认 在军队整体体量上 我们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但不大比较大 在代表技术上就做不到万道超车 随着中国最新一项简单科技微波光子雷达的问世 无论是珠摩尔特级驱逐舰 还是F35B或者F22 美国哈勒无数努力研发出的先进隐身武器装备 将在微波光子雷达面前完全无上 近日据报道 中科院电子学研究 已经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微波光子雷达样机 在实验中 清晰发现一架100公里外的波音737客机 拥有比传统雷达设备少1万倍的体积 图像分辨率达到1.3厘米 却能数百倍与传统雷达的精度 实在是令人惊叹 谁想 张备上微波光子雷达的J20 面对美国的F22 F350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天显然也即将来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dar Years